重新導航 我要跟大家在講強調 一直一直強調 它不是沙蟲的 所以呢如果你看到蟑螂、螞蟻、蚊子 任何你想要驅趕的昆蟲的話 這個東西它真的不是沙蟲的 然後你噴它它只會暈倒 跟迷失它的方向 它不會馬上一秒暴斃 對 它不是沙蟲劑 它不是沙蟲劑 所以請大家不要把它當成沙蟲劑 但是為什麼我們要這樣做呢 因為你們有發現其實 當我們化學東西用越來越多 越來不幸越來越強的時候 其實昆蟲它們會自己變形變異 然後基因普遍 到時候我們使用的成分 對我們的人體一定會有傷害 然後所以呢這一瓶的使用方式是什麼 我自己的使用方式就是 我每一天早晚我都會噴在 排水口 然後門口 窗戶邊 任何一個我覺得有可能會讓蟲入侵的地方 你前面防護耶 對對對 然後呢 你前面真的很勤勞 你大概使用一個禮拜 你就會很明顯的看到效果了 然後我跟大家說 我之前在直播裡面分享過很多次 我看到蚊子的時候 我真的是噴它 它真的是這樣 嗯 嗯 然後就掉下來了耶 因為蚊子可能飛啊 你打不到它 但是你用噴霧型的噴它 它就嗯 然後就掉下來 然後那時候你就可以選擇 你要怎麼處理它 對 相對的蟑螂也是 所以如果你遇到會飛的蟑螂的話 我覺得這一瓶很推薦 它的邏輯是它用這一個植物跟精油的香味 可以去營造一個這些蟲它不喜歡的地方 對 它裡面有像油加利香黃還有茶樹精油 嗯嗯嗯 對 就是用蟲蟲不喜歡的味道 然後讓它們離開你的家 嗯 它在法規上面其實它是相對安全的啦 所以大家可以不用擔心 我有一個朋友那天跟我分享 他就說他買了這兩瓶然後放在家裡 然後看到蟑螂然後超級崩困 他就趕快隨手拿 然後就開始去狂噴 他發現什麼那隻蟑螂不為所動 然後後來他才轉頭發現 他拿錯了 他想說怎麼會一直有清香味 有一種清新的薄荷味 墨碑這蟑螂帶來一個訊息 說不知他用錯了 我很喜歡它裡面的那個茶樹跟油加利的味道 對對對 它真的會有一種很舒緩的感覺 你真的用過這個啊 你回不去沙蟲劑 喔對 所以這個呢 不是沙蟲的喔 這個是做全面防護 然後有些人浴室啦 或者是會有一些那種什麼拼啊 什麼那種小單腳的那種黑色的蟲 這個也通通都可以做全面的防護 если致死的蟲 我看到他有些人浴室 這個